明朝是六位皇帝的结局 一、红武皇帝朱元璋 当过和尚放过牛 建立了大明王朝 在位31年杀了十几万人 小年71岁 是明朝最长寿的皇帝 二、见闻皇帝朱允文 朱元璋的孙子 朱允文上台后 薛藩用力过猛 和四叔朱棣以静难之名夺位 火烧皇宫后下落不明 在位四年 三、勇乱皇帝朱棣 数值相争的胜利者 大明第一战斗男孩 五次清征蒙古 同志期间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史称永乐盛世 在位21年 小年65岁 四、红西皇帝朱高斥 吃货一枚 吃到300斤还在吃 在位期间发展生产 与民休息 为人宣知智打下基础 在位九个多月 小年48岁